万兴国小口琴队在可爱的树蛙石虎伴舞下 吹奏快乐天堂 今年是台北建城140周年 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动物园110年元庆 以及台北捷运公司30周年 文化局与动物园及捷运公司携手合作 在捷运文湖线上打造可爱的台北百市 动物百市捷运车厢 以穿山甲石虎及台湾黑熊等明星动物为元素 结合建城140周年主视觉 让民众拍好拍满 我们活动其实从今年的5月 登北门开始一直到现在 还会一直持续到年底 活动非常多 像今天我们这个活动 我们就是把建城140年 跟动物园110年结合起来 再加上捷运30年 所以110加30等于140 但是它代表了三个很有意义的 比如台北建城140 然后动物园110 从日制一直跨到现在 然后再到最近30年 台北的交通建设的捷运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三个数字密码代表了台北的历史的悠久 以及跨越不同的时代 然后再到我们现在最能够骄傲 世人的一个交通基础建设 我想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期许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跟着蒋湾市长 还有两位副市长 那都希望台北能够更安全 然后能够更有宏观的视野 然后在都更的搭配之下 在一方面保存既有的传统跟文化 然后走出一个台北的特色 我想这个是我们未来一定很想的 所以在今年建成140的时候 我刚才有特别强调 从北门的登北门开始 我们就希望提醒大家 台北是有历史的 台北的历史是至少跨越140年建成开始 事实上它还不止140年 但是从建成开始 这140年走到现在 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了一个 在这边居住的人的努力和创新 然后加上文化局对于文资的保存 还有一些重大的活动 包括朝台北的国际音乐节的推动 都希望能够让台北能够更适合人居 更让大家觉得这个城市很美好 更让大家觉得这个城市值得骄傲 所以我们才会说我台北我骄傲 每个礼拜六的夜间开放 一直到八月底 那欢迎大家 因为现在随着气候的改变 的确白天都爆热 但是或许下午四点钟以后 尤其礼拜六 可以来动物园体会 因为除了视觉的饗宴 入夜以后 其实还可以静下心来听动物的声音 闻动物的味道 那这都不是你平常可以想象的 同时我们也设计了很多的营队活动 那当然营队活动 据我的了解 其实是现在 今天之前要已经开放报名 大概通常都是秒杀了 那也要请各位粉丝们 就密切注意动物园的各项的活动 那当然暑假 爸爸妈妈带的小朋友来动物园 天气热就要更细腻的规划行程 那知道那个室内场馆在哪里 可以喘口气 同时一定要记得把那个饮水要带足 台北140周年纪念日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还拍摄台北建成140周年纪录片 以影像和照片呈现百年来台北的惊人碎变 由清代的北门出发 走到市民期盼已久的台北大巨蛋 并利用日语和中文报导声音 早期流行音乐和动物园搬家主题曲等 让音乐与视觉相互衬托主题 第一批车队已经抵达复杖 大兴动物园门前了 另外捷运公司特别推出台北建成140周年 纪念悠悠卡里科 并与民间单位共同串联 欢度台北建成140周年 从北门140年建成 后来出现的我们台北生活的100事 我们今年这140年对生活的100事 再来看到出现的我们在各种不管各种年龄各种阶层各种种族 我们各种族群我们不同的脸孔 就是这样子来构建出一个我们最爱的台北 刚刚说的我们最爱的台北 所以呢在今天要代表台北市政府在建成140年的时候 感谢所有正在台北市里面 我们平常所有的我们台北市民对这个城市的喜爱 跟对我们很多的指导 这个历史各方的文化就酝酿了我们台北市的美 以及我们多元文化在我们这边的深耕 跟在我们这边的蓬勃 所以其实文化局主导这次的建成140年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祝生日快乐之外 也让我们一起来体会我们有多爱我们自己的城市 欢度建成140周年 除了文化局以音乐、电影、时装、古迹、漫画等五大主轴办理系列活动 也集结北市府各局处精彩活动 欢迎民众上北市文化局建成140周年专区 一同参与建政难得的历史时刻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